这边我们要来看一下提要393与负变分析来解析与sine或cos有关的限积分问题5 然后我们这边是第五个应用范例的一个说明 好,我们要用这个负变分析的观念来解释说 这两个积分式的积分值是对的 好,那在实数域来看这个积分式的话 这个积分值是不容易算出答案来的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怎么算会比较方便 现在我们切换到这个收写的画面 好,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说 有两个积分式它各自的积分值是不是可以算出我们要的那两个答案 好,那我们的解法是打算把这两个积分式合并成一个积分式 好,那这两个积分式我们再写一下 好,这边是x乘上cosπx 好,然后除以x平方 好,加上两倍的x加上5 好,对x变数做integration 好,另外一部分我们把它乘上一个i加上来 好,所以这个是 看起来比较麻烦的方法 其实这样算才有办法算出我们所要的那个答案 好,这边分子的话是改成x乘上sine的pix 这是一个pix 好 似乎我们把那个问题的难度加强了 好像单独算是比较容易 其实不然 好,这样子合在一起算才反而方便得多 好,那 这个 各自积完分之后再相加 也可以把它改写成加完之后再积分 相加的运算跟积分的运算是可以对调的 好,这边又整理一下变成 好 分母 大家都一样把它提到外面来 好 分子又一个x大家都有 好,留下的部分有cospix 好,加上i乘上sine的pix 然后要对x变数做integration 好 好 留下公司告诉我说 瓜虎的部分可以把它转换成一个指数函数的形态 好 就是x 好 乘上exponential的iπx次方 好 分母一样的x平方 加上2x加上5 然后对x变数做积分 好 好 那这种从负的无线道积分到正的无线道的问题 在负数平面上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相当于这个水平轴上的 这个y分量可以当作是0的情况 好 意思说我可以把负数变数z 等同于时数变数x 现在就是把我所看到的x可以改写成负数变数z的时候了 我把它的积分的变数改写成z变数 好 这边还有一个dz 好 那我们再用那个两个路线积分相减的观念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会是什么 但是究竟要怎么样选那个积分路径啊 这个需要有一点的判断 好 那 简单来讲就是说啊 如果i后面这个π啊 现在π是一个正的量 如果今天是一个负的量的话 那就要颠倒 如果今天后面看到的量啊 就不管i不管g之后留下的那个量啊 它是一个正的量的话 那应该要取上半平面的这个integration 那如果它是一个负的量 应该要取下半平面的integration 不过这样子g还是不保险啊 就是遇到状况的时候还是要推导看看 看是哪一个才是我真正适合的 好 那我们后面这个图啊 已经把那个上半平面 拿来做过讨论说是比较合适的一个状况 好 那 利用上半平面的积分来讨论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它表达成 好 上半平面的封闭路线积分 减掉那个半远的积分 好 这个是z 乘上exponential的iπz次方 好 再除以z平方 加上2z加上5 然后对z变数做integration 好 减掉cr的路线积分 好 这个积分函数一样的哈 z 好 乘上exponential的iπz次方 好 再除以z的平方 加上2z 加上5 好 因为我 用这个上半平面的积分 来处理我面对的问题 好 所以我需要去判断一下 究竟这个cr的路线积分 是不是等于0的状况 好 那cr的路线积分 跟这个蓝色部分的这些点位有关了 好 是如果在这些点位上的那些点 需要做线积分 好 每一个点都可以表达成 大r乘上指数函数的iθ次方 大r是那个所谓的极坐标表示法里面的大小 它是点位到坐标圆点 这个蓝色上面很多点 蓝色线上的任何一个点到坐标圆点之间那段距离 好 那角度变数 我们称作弧角 这个是我们之前有提过那个 极坐标表示法的一个表示观念 所得到的那个表示方程式 好 那我所看到的角度变数的变化范围也很重要 它是落在0到π的范围 好 就把这样的一个转换关系 拿到这边来做讨论 好 我们换一个颜色来讨论一下 刚刚的讨论说 这个积分式啊 我可以把它表达成 对角度变数来说是0到π的范围 所以0到π做积分 然后积分的函数呢 好 积分的函数也可以改写一下 z换成大R 再乘上 exponential的i θ次方 好 然后又再乘上一个 指数函数的 iπ 的指数 里头有i乘上π 再乘上z z就是大R 再乘上exponential的i θ次方 好 那分母的部分也要改写 好 大R乘上exponential的i θ次方 取平方 好 第二项的话是两倍的 这个大R 再乘上exponential的i θ次方 好 最后一项是5 好 然后还有一个 底z 好 z要换成大R 乘上exponential的i θ次方 再来这个又可以整理一下 变成 好 还是一样0到π的积分 好 那 积分的函数呢 好 呃 几分函数这边有一个大R乘上这个指数函数 而指数函数又可以转换成cosθ 加上i乘上sinθ 好 另外一个 呃 这个指数函数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指数函数 好 所以它又可以转换成iπ次方乘上大R 好 再乘上瓜糊里面的cosθ 加上i乘上sinθ 好 然后分母的话 呃 好 稍微画减一下也可以 就是R平方乘上exponential的i再乘上两倍的θ 好 然后后面那一项的话就是两倍的大R再乘上exponential的i再乘上θ次方 好 再加上一个5 好 那微小变化量运算的部分就是 呃 i乘上大R 好 再乘上指数函数 好 后面再跟着底θ 那我们再整理一个关键的地方 就这个 好 这个关键的地方啊 是不是又可以表达成 exponential的 好 i乘上π 再乘上大R 再乘上cosθ 好 然后它乘以另外一项的时候 我也可以把它拆开变成两个指数的相乘 啊 有遇到i平方的状况就改成负1 负的π 乘上大R 再乘上sinθ 好 然后 这个 只要有i的状况下的问题啊 都可以把它表达成cos跟sin的组合 好 这个就可以写成cos的πR 好 这个再另外一个瓜糊 再乘上cosθ 好 然后另外一项的话是sin的部分 加上i乘上sin的里面放πR 再乘上sin的θ 好 后面跟着exponential的负的π乘上大R 再乘上sinθ 好 那 我们这样的展开主要的目的是要判断 说我们的积分是所得到的积分值会是多少 这样的一个展开的过程 最后还要让大R 趋近于无限大 好 那 首先我们说 我们所看到的这些call上也好 上也好 它们都是一个有限值的状况 虽然里面的参数有遇到那个大R 会无限大的情况 我们还需要把那个大R当作无限大 好 好 就是说这个处理过程当中 还要把大R当作无限大 好 那 只要你落在cos或sin里面 它就是一个有限值 好 我们晓得那个cos函数或散函数 它的最大值是1 最小值是负1 所以它是一个有限值的状况 好 那 再看后面这一项的影响 好 后面这一项的话 我们知道 sin Git的那个角度变化是落在 0到π的范围内 所以sin函数是一个大于0的数 好 那π也大于0 而大R又是无限大 所以这个是一个负无限大的情况 只算数的负无限大次方 它的答案是0 好 0层上有限值 那还是0 所以我们刚刚这个蓝色部分的讨论 我上面这个框起来 这蓝色部分的讨论 它是一个0的结果 好 那 还有别的部分需要 看一下它的影响是什么 好 那 好 我们再看一下旁边的这些其他的相似的状况 我们晓得这里有一个大R 好 然后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大R 所以分子还有两个大R 分母也有两个大R相乘 好 那 在这种状况之下 大R无限大的情况之下 它又是一个无限大分支无限大的情况 好 我们可以把那个无限大分支无限大的情况 利用罗毕达定理去慢慢处理它 好 也就是分别把分子分母对大R为分 那为两次之后大R就不见了 留下的部分会形成一个常数的状况 好 好 不过我再提醒一下 其实我刚刚这样的一个概念 有用到这种极限的想法 好 就是两个函数相乘的极限 可以改写成F的极限去乘上函数G的极限 好 这个我有用到这个概念 就单独看这个直算数的极限是什么 就好像我是在把这个直算数的部分当作是G函数 其他的部分当作F的函数 好 那 因为对F 如果把这个直算数当作G函数的话 他的极限值是0 对另外一部分来说的话 他的极限值是一个有限值 0乘上有限值当然还是0 所以这个CR的路线积分确实可以当作0 从前面的讨论 我们现在可以继续化解我们所讨论的方程式 这个原来的方程式啊 好 刚刚有讨论过 他又可以化解成 把那个CR的路线积分当作是0的状况 就是留下 封闭的路线积分而已 好 然后 积分函数是Z的平方 加上2倍的Z加上5 分之Z乘上 IπZ次方 然后对Z变数做Integration 好 那 我们要令分母为0啊 去把这个极点找出来 好 另分母为0 好 那一文二字方程式的 这个根的解法就可以用看看 Z就等于 2A分之负B 好 加减根号的B平方减4Ac 16减20 B平方是4而已 好 B平方是4 好 4减掉20 开根号的话 应该是 呃 4I 好 分别除以2的话 负1加减2I 好 所以我们底下这个图说 有两个极点 一个是负1加2I 一个是负1减掉2I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只有一个极点落在封闭的积分路线里头 好 就上半平面只有一个极点而已 好 所以刚刚这个封闭路线的积分 我们只需要考虑一个极点的影响就可以了 好 算那个上半平面那个极点 它所产生的残值就可以了 好 那残值的算法告诉我说 这可以写成2πI 好 呃 这是一个单极点 那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可以找到这个单极点的残值是多少 好 那我比较 呃 想要用的那个方法是分母为分一次的方法 呃 总共有五种方法 至少有五种方法可以算单极点的残值 好 那我就用我觉得比较快的方法 好 这个极点是负1加上2I 然后我要把分母为分 好 分母为分一遍 好 分子的话是Z 乘上exponential的IπZ次方 现在再把它呃 呃 等于2πI 好 那为分之后带那个几点的值 好 Z平方的为分是2Z 好 Z带负1加上2I 然后2Z的为分是2 好 那就写2 常数的为分是0 那就不用写 好 那分子也是一样要带Z的那个几点的值 Z带成那个几点的值 负1加上2I 好 再乘上exponential的Iπ 再乘上Z的次方 Z又换成负1加上2I 好 那再整理一下 好 这个分母的部分啊 负2跟2消掉留下4I 所以这边写成4I 分之2πI 好 其他的部分呢 还有 1 还是先加一个负号好了 好 这边有一个负1 加上2I 然后后面这个就慢慢算 这个exponential的负的Iπ次方 跟exponential的这个负 因为I平方是负1 负2π次方要相乘 好 然后exponential的负Iπ次方是负1 这个从那个极座标表示法的概念来思考 就可以很快思考出它要对应的那个数值是多少 这个是负1 把这个负1跟这个瓜辅合并一下 所以它又可以改写成 这个前面的分式也可以改写 分式变成2分之π 好 那这个负1跟瓜辅的合并成1 减掉2I 好 后面再乘上一个exponential的负2π次方 好 然后把它乘开来看实部是谁 虚部又是谁 好 2分之π 乘上exponential的负2π次方 好 再减掉I乘上π 好 再乘上exponential的负2π次方 是我们现在整理出来的答案形态 好 它确实有一个实部的部分跟虚部的部分 好 它会分别对应到我们一开始讲的这个 它有实数部分的积分 它有虚数部分的积分 好 把这两个分别对应到现在所看到的另外这两个结果 好 固 我们所算出来的两个答案会有这样的对应关系 一个是 好 负的无限大到正的无限大的 我们实部对实部 虚部对虚部 好 这个分母的话是x平方加上2x加上5 好 分子的话是x乘上cosπx 好 这是实数部分的那个积分 实数部分的积分会对应到实数部分的结果 好 另外一个的话是虚数部分的integration 好 虚数部分的话就把cos换成sin的表达方式 好 那这个虚数部分的那个答案是多少呢 是负的π 要记得有负号 负的π乘上exponential的负2π次方 好 这个两个答案分别跟我们刚刚所看到那个题目的那个答案是一样的 代表说我们确实有证出我们所要的答案了 所以我们得出我们要的证明 好 以上是这个问题的一个解题说明 好 好 明镜与点点栏目